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 10月28日凌晨在旧金山的家中 被一名手持锤子的男性歹徒袭击 佩洛西的发言人哈米尔在声明中说 袭击者已被拘留 当局正在调查动机 佩洛西先生被送往医院 他在那里正在接受良好的医疗护理 预计将完全康复 据美媒报道 歹徒的目标是佩洛西 在闯入其住所后大喊佩洛西在哪里 但事发时他并不在旧金山的家中 10月27日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完成了对推特的440亿美元收购 正式成为推特的时空人 然而他入主推特的第一件大事 却是解雇公司的数名高管 并计划于28日完成退市 结束推特9年上市周期 推特的CEO帕拉格·阿格拉瓦尔 CFO内德·希格尔 总法律顾问肖恩·埃杰特 以及政策安全领导主任和法务长 维甲亚·盖德 都在第一时间被马斯克解雇 而针对早前马斯克计划解雇推特75%的职员这一说法 他在26日来到推特总部时否认了自己有此打算 另外知情人士称推特的工程师已无法再对代码进行更改 特斯拉的工程师入厂进行检查 这是为了确保在交易完成之前 产品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只要您能够安全驾驶 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DNV 就想帮您保持独立驾驶的能力 DNV提供资源 以帮您舒适地在家中或到访当地办事处来办理DNV业务 即使续期通知上要求您来DNV办事处亲自办理驾驶执照 满70岁的加州驾驶员在2022年底之前 也都可以利用暂行办法临时规例 在网上或通过信件来为驾照执照或身份证ID续期 如果您仍然需要首次申请Real ID 那么还是要亲自到访DNV办事处来完成申请流程 可以在预约到访办事处之前 在网上开始Real ID申请 并上传所需文件来缩短亲自到访DNV办事处等候的时间 10月27日 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以及欧盟成员国的谈判代表一致同意 汽车制造商必须在2035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 这意味着从2035年起 新的燃油车将无法在欧盟境内销售 此举旨旨在加快电气化转型并应对气候变化 去年7月 欧盟发布了名为Fit for 55的一揽字减排计划 其中包括扩大欧盟碳市场 停止销售燃油车 征收航空燃油税 扩大可再生能源占比 设立碳边境税等等12项新法案 作为全球第三大碳排放大户 欧盟的目标是到2030年 欧盟境内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将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55% 欧盟禁售燃油车的计划也遭到了一些保守团体的批评 他们认为该计划将造成所谓的哈瓦纳效应 人们会争相购买二手燃油车 而不是电动汽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